有人问我害过什么,非常好的问题 我进了院里之后,我第一个hack的就是我们自己的IaaS 就是行政院自己内部的那个系统 那我有说我自己编了Linux Kernel 那因为当时的Linux Kernel太旧了,没有办法跑Docker 所以我就自己进去改了这个Kernel 那改了之后我就在里面架了一大堆这个系统 那这些系统的特色就是说 它其实一定程度上面去把跑公文 就是纸本公文的这个流程 让大家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动机去做 因为我每个礼拜可能只有三天在院里 可能只有两天在院里 可能只有一天在院里 所以如果跑纸本公文的话 跑到我这边,到我签 中间可能已经过了三天 那但是呢,如果是你用电子的方法去递送给我 比如Email的话,我几乎一看到马上回马上回 那我每天睡前都一定把Email回完 所谓的Inbox Zero 那所以至少Email24小时之内 我一定会有所回应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我就是有点翻转 大家对于纸本是很方便的 而数位是很麻烦的 的这样子一个态度 而是变成用数位来找我是很方便 用纸本找我是很麻烦的 慢慢去改变大家的这个工作的习惯 那第二个Hack的系统 就是所谓的共笔的这个系统 也就是说我每次在开完会之后 我就会做出逐字稿 即使是内部的会议 好比像刚刚的那个教育部的 以及文化部的那个电竞的会议 我也会把这个逐字稿发给所有人 所有人都有十个工作天的时间去编辑 把一些上了头条之后 可能可能很难看的一些措辞 去改成比较温和的措辞 那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就发现说这是非常有帮助 因为大家平常在开会的时候 可能过着讲 不会听别人讲 但在这个回去看逐字稿的过程里面 就真正比较能够静下心 来去了解对方的这个观点 那这个过程同样的也是把 传统上面公文到最后一个会议记录 一定只有主席才是主席说了算 变成好像每个公务员 负起自己创新的责任来 那但是最后有credit的话 是回到他们身上 不是到我身上 那这套如果这个出了什么麻烦 有什么风险 是我来吸收 不是他们来吸收 我就发现说在这个情况之下 大家都非常愿意创新 因为知道风险我吸收 但是credit是分享的等等 就是说我想我在hack的是这种 就是不当客责 或者是这种踢皮球 或者是反正公务的各种各样的 一种阶层文化所带来的问题 这样一种系统 那它里面需要改什么资讯系统 我们就改什么资讯系统 那资讯系统是为了要改变文化而改 而不是为了要推特定的资讯系统 而去推 大概是这样子的回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